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吳辦高森,彈球均真 啤梨漫步,節目主持人,啤梨,林匡正 好,回來,今天我想說一下這個 當然我不會去這個地方 在哪裏呢?在西伯利亞,東北部的小村 大家應該有些朋友都看過,有些片都介紹過 有些人都專門去那裏旅行 就叫做奧伊米亞康,即是廣東話的硬拼 全世界最冷最冷的地方,在海拔就750米 在西伯利亞,北圈爾南的350公里,又高 就成為一個傳在這個星球上,就是剛才那段影片寫的 最冷的地方,那有多冷呢? 其實就不要說最冷的冬天的時候,最低的紀錄 就是零下七十幾度 但是基本上,長年累平均在冬天的冬天 不過他們的冬天很嚴重,是有五、六個月的冬天 連夏天,即是夏天的一般來說都是零度 但是夏天最熱,也會有些熱的 稍後再說,平均其實是-四十幾度 -四十幾度,當然所有生活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這條小村莊,其實就由上一世紀開始 這些人慢慢聚居 其實就只有四、五百人 但是這裏有四、五百人,你訪問他們 他們每個人都不願離開 因為他們說這裏很乾淨,很寧靜 而且因為那些食物都很新鮮 所以他們在這裏,奧伊米亞康,還是奧伊米亞康 除了凍之外,他們最出名的就差不多 因為這裏村沒有一個人過百歲 那裏都過百歲 那麼厲害 所以可能羅志光和琴家產 早兩天都一起說這裏 昨天我回看,在尖東死了的,原來是藝人來的 是,TVB 但是我都不太認得這個人,因為我不看TVB 六十四年歲,以前是做警察 以後警察都弄得自己這麼賓州 去到幾多賓州 但是你說幾賓州都好 去到現在就自食其力 在那裏省點錢,或者沒有地方住 或者不想那麽... 可能第二天就要開工 尖沙咀 就在那裏省一省就走了 所以你說這裏省無良 好,我們說回這個地方 林康正你自己住在英國,或者在哪裏 你去過最凍的地方是幾個地方 最凍的地方都是在加拿大 是 不是都是... 大幾、零下 加拿大是零下 10度左右 10度左右 你覺得怎樣 因為如果你這麼凍的時候 你都會在家裏 但最凍的地方不是下雪 最凍的地方是用雪 最凍的地方是最凍的地方 那些耳朵是最辛苦的 我都可以的,我喜歡冷 我剛剛就在... 冬就回來 不乾就OK的 那當然在那裏 我去七日六夜 你不是長期在那裏生活 那你覺得都OK 那我就零下二十多度 我也是OK的 但我覺得反而很不方便 始終我喜歡夏天多些 有時候看到雪很浪漫 有時候的環境真的很漂亮 那些雪很骯髒 黑曼曼的 看看那裏的雪 你在市區當然是 譬如我去郊區 有時候我放了一架車 有一晚我不知北海道去哪裏 那我的路當然很骯髒 我放了一架車 然後去洗手間 然後出來的時候 四點多鐘已經開始天黑 就是北海道 一看一看一看外面 有一條馬路 有一些冰 有一些冰在上面 對面的房子 就零零淩淩淩 有一間屋 然後就亮了一盞燈 好像看聖誕卡那些 你會覺得很靜 你會覺得很長和很漂亮 但我本身也是很害怕的 冷到這樣 好了 先說回這個 這個奧伊米亞康 他有五百人長壽 他究竟在夏天 通常夏天是七月的 那就是一個月左右 那就是夏天 那就是最高氣溫 就錄得 曾經錄得過三十三度多 這麼厲害 即是溫差 也是人類世界裏面 最大的同一個地方 是和最冷的時候 相差一百度 是不是 即是好像雲南那樣負 負七十幾度 和你 什麼 一百零五度 那個溫差相差這麼遠 即使是這樣 他們仍然會有人在那裏生活 為什麼呢 因為在那裏生活 就是他們那些人 其實那裏生活 就是養鹿 養馬那些 但是因為這個奧伊米亞康 有一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他有地下水 OK 那有地下水 於是湧上來 那個地溫太高 那些地下水湧上來 就變成溫泉 所以他們那些牧民 我相信他們那些 以前一定是有牧民族 是 放羊 放鹿 放馬 就會有時在那裏 休息一下 等他們喝水 慢慢就聚居了 那這裏生活 有多不方便呢 訪問回當地的人 首先他們現在都一樣有上網 是 這麼厲害 就是養鹿 所以說這個世界是很不同的 但是他們都是比較喜歡在原始生活 所以我看到近年 尤其是我們去鄰國 有錢的時候 就專門找一些古靈精怪的地方去 有些傻子 就會去奧伊米亞康 跳下去 游泳 很有型 讓你們以為 其實那裏是地下水 是溫暖的 世外桃源 都被黃巡 是的 但是那裏也是有些冷的 冷水那些 但是通常跳下去的那些 就不是 就是我所謂這樣說 就不是鄰國人 就是當地俄羅斯人 戰鬥民族 就是專門扔那個嬰兒 那些 他們說有多方便呢 他說如果你不戴面罩 一出門口 在兩秒之內 就會有吹槍 是 是 是 在河裏撈出來的魚 在三十秒之內 有時快要上來十多秒 你不馬上去做處理 就變成石頭 就是硬硬的那條魚 是 當然 他們的村民 是全部未見過液態牛奶 從來未見過 因為在街市買些牛奶 一個是冰 是的 鋪軟回去 是融的 如果你想玩噴雪 我沒有什麼 很簡單 你只要去野外 找些滾水 是 做些滾水 一倒出去 在未下來之前 就會變成雪 是的 這麼誇張 當然最麻煩就是打電話 因為用iPhone也好 用傳統的電話也好 一出到室外 是打不到電話的 所有零件都會 壞掉了 不是壞 或者是電 最主要的電 是不 是的 有時外面太冷 是的 太冷 不可以 另外當然 汽車發電是最麻煩的 如果你們只是打電 你在加拿大 我不知道有沒有試過 穿車 有時候我們都會出去 搞很久 而最麻煩就是 如果有人死 因為死 因為太冷 挖一個洞 去埋棺材 起碼都要七十多個小時 才是三天 就是挖一個洞 我不想知道為什麼 這就是他們心目上的問題 但是 奧伊米亞康 我覺得 人類可以住到 連這些極地 都能生存到 所以人類的潛質 你說是多大 雖然我對香港是沒有希望的 不過我鼓勵你們要正向生活 有正能量 因為如果不是 就像MC人 不是MC人 MC Gene 不過我不打算說他 其實MC Gene 就是上大陸 有一個 我剛才看回 林康炎的 那些東西 就是上大陸 他就說以前在美國 如何被人歧視 沒有機會 好想憤怒 就是那些不公平 一定白人 拿獎 我要這樣說 首先我不想他 因為他大約去說過 他如何出賽 如何連續贏了幾多個禮拜 然後又去什麼比賽 後來輸了 真的不是歧視他 他自己拿冠軍 就是實至名貴 別人拿冠軍 贏了你 就是做馬做假 騎士 首先很簡單 你連贏七個禮拜 破了紀錄 他又出了唱片 上了標榜 破了紀錄 那些就是實至名貴 到別人贏你 你就說別人是歧視 首先我不排除 這個世界上永遠都有歧視 永遠都有歧視 永遠都有憤怒 永遠都有憤怒 甚至乎你去那裡罵 根本沒有娛樂圈 很不公平 就好像家區那樣罵 我告訴大家 他們MCG 或者是狼家區說的 全部是真的 沒錯 但是怎麼樣 各位朋友 特別是年輕朋友 特別是聽我節目的年輕朋友 這個世界從來就是這樣 還有現在我想問一下 你在大陸和香港樂壇 我不是說 我不說MCG 我之前已經說有MCG 這個世界 無論在美國 在大陸 在哪裡都好 社會的運作 從來就不是我 因為他的憤怒 好像說我這麼努力 你多努力都沒有用 那些人不給你機會 他不給你就不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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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都是這樣的 難道我自己做事要拆鞋嗎 如果拆鞋是一定可以的 香港起碼有680萬人都碰了 是拆鞋都未必可以 因為個個都在拆鞋 因為太大的競爭 個個都在拆鞋 而是我想跟大家說 世界 就是MCG 你不要說到那些什麼 當然你說要教別人接受失敗 我認同的 因為老實說 包括我 包括林匡正 包括現在在網上 這600多人 大家回顧自己 你問一下自己 你夠不夠膽說自己成功 我們大 我們全部人 基本上都是失敗的 都是達不到自己 不要作為一個事業成就 是作為一個自己想成為的一個人 我們是不是做得到 這個世界從來都是這樣的 你願什麼呢 喂 不要惡壇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喂 老實說 你可以英雄 你可以做個時勢出來 但是更多更多更多的時候 是時勢出英雄而已 還有你想想想 你們是不是也都 有沒有跟這個時勢出來 拼拼過 好像我以MCG 做例子 曾蔭權上台 你又作了一些歌 還有政府 大灣區的歌 又一起唱 那些都不是我想說的東西 大家可以明白 MCG這個人也不需要提 當你去除波逐流的時候 你就不要怨這個世界不公平 老實說 就算再不公平 其實當然他在大陸說這些東西 就更加有目的 你看看 在美國 我就算明贏 你想想 我不給我機會 我不給你機會 你就贏不了 成果禮拜 那些都不是我需要說 而是我想說 大家要搞清楚 即使王家區的粉絲都是這樣說 大家都很憤怒 我也很憤怒 我也希望保持赤子深 但是世界的運作 不是你們憤怒 他就因此而改變 你就只能夠在那裡 去平衡你自己的身心 你如果認為努力 就可以改變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我將他推論到 那個政治層面上面 我要爭取港獨 那些人不支持港獨 是那些人按鈎的 根本就不給我機會 我們怎麼知道 那你也要想一下 為什麼那些人不支持呢 是吧 究竟你是在表現什麼 概念和信念 給了什麼信心 別人去支持你呢 即是好說不要聽 我支持港獨 就是因為我支持思想自由 如果你說很經常的說 現在港獨的頭面人物出來 要我支持他 我一個也支持他 講完 即是等於我們說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大中華交 那些人還會在海外 這麼支持對共產黨 除了調查他之外 調查共產黨之後 你要明白為什麼他 要怎麼想 你才有機會可以 你才可以 因為這個世界 譬如這麼說 有人說me too 我不是說me too 對 就是me too 錯 但是你想想 從來這個世界的運作就是 為什麼老闆要給你機會 他不一定要侯住你的身體 或者不一定要你的好處 那麼他 位置得一個 我要有十個人來 批評這個位置 只能永遠覺得公平是得一個 就是拿到那個位置的 那你可以睡到什麼 如果你說 要去typical說 mcg那個 其實是垃圾 垃圾 在大陸說這些受美國人的歧視 你不要想 你有美國兒子 你不做手就做大陸人 不就是了 另外 我現在記得 你慢慢下落 昨天有一宗新聞 一定要說 就是這個 在元朗合役道 就是阿婆阿婆 爭孫子真的很淒涼 很淒涼 很淒涼 話說是怎樣 昨天在這個合役道下午 突然間有個女人 婆婆推出孫子 六十幾歲 六十幾歲 突然間有個女人 又說那個是孫子 爭孫子 互相鬥吊 於是途人跟他報警 來到之後 警方了解了之後 就當作是糾紛處理 那是合理的 真的糾紛的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然後就訪問這兩個婆婆 和媽媽 究竟得出什麼 婆婆的確確是婆婆 媽媽的確確是媽媽 是的 那個小朋友 是手抱而已 還坐在嬰兒車 叫做譚小寶 我沒有記錯 那個媽媽 自稱媽媽的女性 好像是姓廉 姓什麼都不重要 也叫做譚太太 她說那個是孫子 是兒子的女兒 她就報了孫子 寶寶回來照顧 譚小寶 是的 因為當時她說 她每次照顧一個 雖然說 各自照顧一個 其實是那個 大陸妹照顧她 那十歲的大女 就是跟前姑生那個 是 母親就幫兒子照顧這個孫女 這個孫女回來的時候是傻傻傻傻的 真是稀迷迷的 但是經過他們悉心照顧之後 也很快活潑 就是肥肥伯伯 也成為譚家一眾上限 我不知道家裡有多少人 因為初來的時候就說骨瘦 傻傻傻傻傻傻傻的 四個三個字形容 好像不健康 然後那個女人突然間就說要 搞蛋情證 搞蛋情證 要帶女兒回去 那女兒的蛋情證都批了 跟她們說 要拿證回去 所以就要帶女兒去大陸去拿證 譚小寶 不如有傻傻傻傻傻傻 去大陸去去大陸去去 讓女兒回去 自此之後 她媽媽 即是大陸的媽媽 就不再讓她們去聯絡那個女兒 譚小寶 而且搞蛋情證之後 還說要提出離婚 是的 即是拿了一單證證 要跟你離婚 是的 離婚的時候 她們整家人都說 都不想理她 什麼都說 你先拿孫子來 讓孫子去見 不想得 不想得 自此 就因重了然 未見過孫子 昨天 譚太太 譚魯太 在元朗合役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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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其實有好介 第一就是一種親情的連繫 第二就是 你見到自己不見了孫子 見到別人有個女人 推著那些 跟自己的孫子差不多大 這麼像 當然會多看兩眼 滯住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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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我们在这里没有心灸 但是你认识不认识 那就肯定是这样一件事 或者有没有心灸 那你想想 这件事是什么事呢 就是那个女人一拿到胆情证 就要提出离婚 那为什么要提出离婚 那时候要拿到孙子呢 如果本身你觉得负担是这么大 或者是不想抽 因为那个孙子 一个单身的女人 单身妈妈 有一个单身的孙子 是可以拿进换 不是 申请多一笔的生活费 申请多一笔 首先你为什么要提出离婚 因为如果不提出离婚 你提出离婚就是 第一 她分分钟她的老公 是不合适加拿中门的 不用拿中门就好了 那就投靠老公 很简单 从来都没有喜欢她的老公 那就要离婚 因为她是踏脚石而已 又不是很有钱 给了一个很舒适的生活 这个是踏脚石而已 可能要她做 是啊 好了 她现在把孙子拿回来 一个单身妈妈离婚 有两个女儿 一个十岁 一个嬷 是的 就拿了两个儿童中门 嗯 OK 因为是单程证的嘛 她就未必能拿到中门 嗯 她未必那么快 可能是所谓的吃中门 可以出去做鸡 是啊 是不是啊 但是anyway 那里我不去想了 就是 我想跟大家说 那个不知多少万千千千 那女儿就是肯定的 那个爸爸就说 老实说 把她给回去照也没所谓 你照得好地地 肥肥发白 给你 结论了 烏乱乱乱乱坦 喂 你们被我张森比心 真的心痛到 当然了 是吧 中建新说共产党以为是地球 整个宇宙都是他们 不是共产党 其实你们小心一点 左膠 左派 凡亲我也说了 凡亲是计划的人 都是很麻烦的 宫人无祖国 整个宇宙是一齐一齐 是她的 是他 多懒乱 什么宫人无祖国 什么阶级鬥争 这些全部是骄够人的 你只想想一样东西 我说计划那样东西 你凡亲喜欢计划去管计划的人 其實是很危險的,是很危險的,我為你好,因為他永遠就是我為你好,你蠢,你不懂管自己,我管你,我為計劃, 所以香港現在給泛民得正,其實也是很危險的,或者現在給本土派這一班人,包括我們自己陣營的人,當政,以我對他們的了解,也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們只能是爭取制度,希望制度能夠令到壞人,就像美國那樣,為什麼我們美國可以越來越強大,經常說來說是制度而已, 千萬的壞人,你媽媽,為什麼他找傻子走來做總統,到美國都是這麼強大的呢? 就是這個意思,但是我們華人,或者很多人的政治上的傳統,頭就不是頭能力,反而是頭道德, 就像我這樣說,如果你要講道德的,你不想聽色情的,不想聽真話的,不想聽髒話的,不要聽我啤梨,聽吳志森,聽泥側訓,聽鄭京漢, 聽林妓沒有問題的,就是這麼簡單而已,這些都說完了,但是這個男人,你犯上的錯就是,第一,我經常都說,但是六妹是可以吃的, 但是不能結婚,沒錯,更加不能流腫,沒錯,你中出了解藥,這一刻你就狼心如鐵,好像生哥哥那樣,關人家的事, 那些都是傻子來的,是的,喂,我當我真是代表暗談,你要淘一件的,喂,那一半又一半是他的, 我就每次給你五千元,給你老母,直接走下去,關人家的事, 你放了幾塊,你吃事後丸,生哥哥說,喂,10元而已,上面大陸的事後丸, 你搞得是嗎? 幾元而已,你的藥房,或者那些套餐, 可能是假的,吃完這些,為什麼還是有? 吃完,生哥哥說的,吃完,第二天就來余京,很冷靜的, 說真的,就算你說,我不吃,我不吃,我要拖你寶寶寶寶,不要走下去,生哥哥, 好,我們休息一會兒吧 冬天,容易出現上火症狀,當然要弄一種,清熱,清虛火的花旗心燉蛇啦 現在MIHLTV會員,在星期一至星期四,去蛇王海為固任何兩宗的燉品, 就可以免費獲贈一下,臘腸糯米飯 有位期由即日起,至2019年3月11號 立即上www.MIHLTV slash yummy,換領著數優惠啦 請私在 cont時,今天 всех吃完了,었는데 此為甚麼為何偽制無的 斯伊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